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类别的申请在这一个处理中心移民局的地方办公室现在已经处理到哪一天了 当然用意是好的 但是大家需要注意呢 不是说公布这个processing time到了你的申请时间 你的申请就一定会批准 没有这样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移民局呢也不是说就有这样的责任 到了公布的处理日期就一定会得到处理 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查询或者有可能加速你的申请的处理进度呢 第一个你可以在网上查询你的申请的case status 你的案件的状态 移民局的网站上面有 那你要有一个收据上面的号码 一般你的申请提交以后一两周吧 不用太久就会收到receipt 那么receipt number呢 你可以用来查询我的case status 这里呢 again呢我们需要提醒大家 网站上有的时候呢 那个申请状态没有更新 有的人已经批准了 那状态呢一直没有更新 这个也是存在的 但是至少你可以定期查询case status 给自己更多的信息 还有什么办法呢 比如说像前面说到移民局公布的处理日期 已经比你的申请提交的日期晚了 按说应该得到处理了 还没有动静 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网上提交一个service request 可以Google搜索 UICS service request 找到对应的网站 然后呢 根据你的收据的号码 申请的种类 个人的姓名等等 就是说呢 这个申请 outside of normal processing time 现在按说应该得到处理了 那么这里也要注意呢 如果你的申请交了还不久 移民局认为 还没有outside normal processing time 那么这个service request呢 可能就无法提交 另外呢 这个service request 也可以打电话提交 具体什么办法呢 移民局有客服的电话 1800-375-5283 你可以打电话进区 等一段时间 移民局的工作人员交谈 更新你自己的情况 比如说如果你搬家了 除了在网上提交表格以外 如果你担心 你的收据 批准书 绿卡 不能寄到你的新的住址 你也可以给移民局打电话 告知对方你的新的地址 你也可以打电话 询问情况 提供你的新的信息 或者呢 在电话里头 要求service request 问到我的申请 为什么还没有动静 接下来的一种办法呢 还可以和移民局 发email联系 移民局的网站上呢 也有他们的email的 contact的信息 这个呢 你给移民局发email呢 它不一定都会回复 要看具体情况 如果你只说 我的申请交了好几个月 等得好着急 这个呢 移民局不见得会认为 这是充足的理由 但如果你说 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我的申请 遇到了不合理的要求 或者这个申请等的 医护寻常的长 像这样呢 有可能会得到回复 另外呢 还可以约info pass 到移民局的本地的地方办公室 去查询 这里要看你住在哪个州 如果你住在阿拉斯加州 那移民局办公室 可能离你的住址很远 但如果你住在面积 没有那么大的州 那么你离移民局办公室 可能并不远 可以在网上约了info pass 然后再去移民局办公室查询 如果说我就随时 job by work in 绝大多数情况下 不会接待 所以需要注意 先要在网上看 什么时候有时间 然后约 有的人说 这个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办公室 不容易约到 怎么办呢 那有一些trick 有的说你在一天刚开始的时候 不管是早上八点 还是半夜十二点 可以试一下 更新一下网页 有可能就能够约到时间 接下来一个办法呢 你还可以要求移民局expedite 我们此前有另外的视频 专门讲到 这个需要有合理的理由 比如说家里的亲人生病了 或者说猫生病了 特别着急 至少要有理由 要有证据 医生的证明 或者说我有一个工作在等着我 马上就要开始 如果不能开始呢 比如severe financial loss 这个也有可能 但你也需要有工作offer的证据 比如来自公司的支持 等等 那么如果对个人来说 这个影响很大 怎么证明呢 我有孩子正在幼儿园上学 我自己在付房租 或者mortgage 要是不能开始新的工作 那么我生活就要受到很大影响 这个也可以作为理由 那么具体的步骤呢 可以参加我们另外的视频 简单来说呢 你要先给移民局打电话 说明理由 取得一个case number 然后呢 移民局会给你发email 你回复呢 提交相应的证据 等待移民局处理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办法呢 是可以联系国会议员 怎么办呢 那你在国会的网站上 先找到代表你这一地区的 议员的联系方法 每一个州有两位参议员 参议员是代表全州的 你只要住在这个州里 都可以联系这个州的参议员 众议员呢 你可以根据你的zip code 查询以及你的地址 看这个众议员是不是代表你的 如果说这个众议员的选区 和你的住址不相符呢 很有可能这个众议员的办公室 不能帮助你 那么如果找到了对应的 参议员众议员 你可以和他们办公室联系 他们都有网站 一般都有充分的联系方法 不管是在网上提交 要求还是发email都可以 议员都有一个团队 有专门的助理 处理帮助民众 来和政府部门联系 取得信息 但是呢 如果你的processing time 还没有到 或者排期还没有到呢 往往得到的是standard的回复 就是说呢 你还需要继续等待 如果你已经等了较长的时间 比如说呢 像现在有的往往呢 OPT EAD的申请 或者呢 EAD的延期也都要好几个月 以前是三个月 现在呢 对于一些个例来说 四五个月还都没有批准 那怎么办呢 可以联系员 然后要求呢 加速来处理 这个呢 往往还是有用的 或者呢 你的绿卡申请排期已经到了 但是呢 因为各种原因 现在黑洞里还没有得到处理 可以联系议员 告知情况 这个呢 我们过后呢 也还会有更详细的视频 给大家讲解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呢 是查询和加速 绿卡签证 申请进度的七种方法 这个包括在美国 转身份 延期 EAD申请 回美账申请 以及绿卡申请 这些方面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